歡迎回到吳董談大選 董事長 台灣民眾黨的成立跟柯P本人會不會投入總統大選 有必然的關係嗎 台灣民眾黨成立就表示柯文哲 不願意錯過這次2020年大選 那至於2020年大選 到底是 第三組是由 郭台銘選總統 還是柯文哲選總統 這個事情本身我覺得 還在發展中 當然以我也談談坦白 以柯P的目前的心態而言的話 因為他是反對韓國瑜帶此參選 是 所以他認為你應該要把你的工作做完了 再來去參加選舉 他你有這樣講 不是 他長期這樣講 我們現在不要講今天講什麼 你把我卡在今天的話 因為我說我跟蘋果記者 我跟自由時報記者說 我去蓋公文老白老母 因為柯P前兩個禮拜有到醫院去看我父母親的 探望我父母親的病情 我父母親前兩個禮拜老了嘛 去住老人病 結果柯P有去關懷這個事情 那我今天就是說特別去給他回拜一下 蓋埃一下子蓋謝德俠 那剛好自由時報記者打電話給我 那我們這種人不騙記者的 我確實有跟他謝德俠 那他一直要問我說有沒有談別的 我說沒有談別的 因為柯P沒有授權我談別的嘛 所以我現在在吳董談大選的節目跟RJ跟我們自己的這個 柯粉在聊這個事情的時候 很多是我個人意見 或是我長期的累積的一些的資料 我們不能講說柯P跟我講什麼 這個沒有經過授權不能亂講話 OK對不對 所以可是我的判斷就是第三組的情況之下 今天的台灣民眾黨 一推出來昨天一開始 是被靖州刊爆料 爆料的時候 還是被人家偷拍的 對 偷拍的時候 今天蔡碧如跟我講 他剛剛送出去 柯P交代說要秘密進行 他一回來 就開始忙碌已經出來 他昏倒了 所以這個事情是昨天被偷拍的 那靖州刊我一直跟大家報告 他是屬於洪耀福外圍的媒體 蔡英文外圍的 他把你破局破掉 破局破掉 讓柯P這個事情爆出來了 柯P這個事情爆出來了 柯P是準備低調進行的 柯P要低調進行的目的就是 他不是要搞得很熱鬧 8月6號也是要低調的 所以他租了一個很小的場地 他甚至於今天連都沒有邀請我 對不對 沒有給我搖槍 我也沒有問這個事 那不重要 因為他就租一個小場地 想要完成這個程序 因為依法來講的話 就是8月6號 開完這個大會 你內政部在一個月內 一定要統一嘛 大概就是9月6號以前 這個黨的這個合格的這個執照 就可以拿下來 所以他現在辦的喔 不是在辦台灣民眾黨 他是辦一個台灣民眾黨的執照 他取得一個license而已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今天特別跟他講 喂 我說RJ那邊弄了一個黨啊 那邊有 我們有好幾百個黨員啊 我們是8月6號一起過來啊 他那些地方太小了 太賣了啦 但從後大家都會來啦 特別我今天 因為昨天我有 我有答應RJ 我們RJ這個 這個創新 民主黨 也要跟他來 台灣 步上 來幫這個時代力量開入 先跟台灣民眾黨 台灣民眾黨合併 然後時代力量跟進合併 這怎麼亂講 我們黨員還要決定啦 我們黨員還要決定 笨了先飛 我們現在講這個事情 當然是 就是說 所以現在 今天的定位就是 台灣民眾黨 只是要 趕在這個9月17號以前 完成了一個行政程序的申請 那申請之後做什麼 那當然很簡單嘛 他就可以推 他可以來推出他的 這個總統候選人嘛 那我今天也確定了 我昨天的說法嘛 柯B確定說 這個台灣民眾黨可以接受 雙重黨籍嘛 郭台銘如果是現在 他是參加 國民黨員身份 他不用脫黨 郭台銘不用脫黨 但是呢 台灣民眾黨 可以支持郭台銘去選總統 他不用脫黨啊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到底是用 他們兩個怎麼談我不知道 他們兩個現在應該還沒有見面 但是我覺得見面的時候 應該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突破啦 那我今天是跟 柯B有一個建議 我說你跟郭台銘之間 要一加一要大於二才有意義嘛 一加一如果小於二的話 現在目前我們做的民調看起來 是一加一小於二 然後柯P跟郭台銘 跟這一組 不管怎麼樣排列組合 沙周跟韓國瑜 跟蔡英文三組來 相拼的話 都是三組鼎立 都平分秋色的局面 沙咖都是一樣的 所以因此呢已經構成了 參加選總統的實力的條件 POWER是夠的 基礎是夠的 你知道嗎 那黃偉翰講這個呢 說柯P一定不會選這個事情呢 我講個情況出來啦 今天我們看到一個新聞對不對 郭董的發言人在質問 這個韓國瑜說 如果說這個 韓國瑜跟旺中的關係到底如何嘛 那這個話我就開始會亂想啦 如果今天 郭董的發言人Amanda 我們也認識他嘛 他在質疑韓國瑜跟 蔡英明的關係 如果說 有一個心結的 帶有心結的合作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嘛 這是 郭董發言人在媒體中的講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代表郭董啦 可是我就發現這件事情就變成兩個層次的問題 一個叫做個人恩怨 這個我現在郭台銘跟你韓國瑜之間是個人恩怨問題 因為你後面有個蔡旺旺 對 那蔡旺旺 他也修理過我對不對 他搞了一些狗仔來跟我對不對 那我也每天 幫他推銷他的一夫多妻制嘛 對不對 我也好絲毫非常認真 好 所以可是這個是 個人恩怨 這個國家大事啊 事情太大了 個人恩怨事情太小 不要把他混為一談 所以當郭台銘去質問 這個 韓國瑜跟 蔡旺旺的 私人關係跟過去的心結的話 那這是一個旗幟也小齋啊 我就開始會擔心啊 擔心什麼事情呢 萬一有一天 蔡旺旺旺 顧全韓國瑜的大局 跑去跟郭台銘附近請罪怎麼辦 這敢說不可能 我跟你講很簡單 現在也沒有人相信郭台銘跟柯P會合作啊 兩個都很頂的啊 兩個老大要怎麼做會 跟他敲就敲不敲嘛對不對 柯P丟個台灣民眾黨 看起來 這個車子 這個鄉親驚嘛 火車往前開了嘛 對不對不會回頭了嘛 好那現在我們反過來請教你嘛 我假設性的議題啦 蔡旺旺今天為了要拿到政權 他要當皇上皇 他要當這個地下黨主席 他犧牲 他公開道歉 跟郭台銘道歉 那郭台銘怎麼脫黨 郭台銘是不是就不要脫黨呢 問題跑出來了 這是不對的事情嘛 所以這個事情不是個人恩怨嘛 所以Amanda處理錯誤了嘛 這個是因為你郭台銘 有機會在2020當中 扮演一個角色 他的政見 可以救台灣嘛 可以把台灣人帶到另外一個 未來20年一個光榮的台灣嘛 一個壯大的台灣的一個境界 可以提升我們台灣人在國際中的地位 這是一個何其偉大和重大的事情 結果現在這些人 或者幕僚人員 在比賽 你給我罵什麼 我給你罵什麼 在計較那個心結 我說我剛剛講的 旗幟也小災 這種人是幹不了大事的 是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要來談 大格局的問題 因此我在談大格局的事情 我當然跟柯P聊天也聊得到嘛 我說你一定要找 郭台銘 在公開的場合 譬如說 武統談談大選 我們的見面會 網友 三千人五千人 你們公開來談你們的政見 達成共識嘛 這叫公佈 開成布公給大家看嘛 你們你的政見是什麼 我的政見是什麼 我的顧慮是什麼 你的顧慮是什麼 你要為民請命嘛 然後這個兩個東西 形成一個共識 郭台銘的政見 跟郭台銘的理念 跟柯文哲的政見 跟理念形成共識以後 感動台灣人民 感動完了以後 才有談到分工合作的問題 所以這是第二個層次的問題 不是你們幾個在那邊黑箱作業 Amanda跟蔡碧如兩個偷偷越來越去 然後每天電視機面前躲懵懵 躲貓貓 在那邊搞東搞西 那個東西不是台灣 台灣民 這個 那這種的做法化 的結果 會變什麼結果 結果我告訴你 就是一加一小於二 就那麼簡單 如果像我剛剛做法 正大光明 交換政策 然後在 公開的場合 大家來 對話 來交流 來說服 一起共同形成共識 把他們的 最後的研發的原子彈 最好的產品跟最好的政策 端出來這個牛肉 這一盤菜 給台灣的全台灣人民來檢驗 然後這個時候 他會 有感動台灣人民 我們對他有期待值跟希望 這時候他一加一大於二 一加一大於二之後 一個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對 你在比賽 一個 高雄的市長 在爬樹 去抓登格熱 然後還被蘇貞昌提醒他 要戴安全帽 另外一個是 蔡英文 還現在在搞走私香菸 走私香菸到現在 燒到今天 羅雅美跟邱章信 北檢今天約談 他在搞這個玩意 兩黨都不爭氣 這藍綠兩黨這個不爭氣到了一個 無以名狀的地步 然後 今天 好不容易 有這個可能性 柯文哲跟郭台銘要出來 那他們兩個出來就要談大問題 談大歷史 談大未來 對不對 談台灣的未來 他們如何救台灣 所以我是建議 兩邊的幕僚 不要再談小事了 你在談你恨我我恨你 旺宗 旺宗的蔡旺旺 對台灣最大貢獻就是 他一夫多妻子 他有五個老婆 他身體健康良好 這個是了不起的一個大人物 我們祝福他就好了 你現在計較他幹嘛 世代夫無私交 君子沒有隔夜仇 隔夜過了 第二天就忘記了 計這個幹什麼 郭台銘也不會去 記蔡旺旺罵他什麼東西 記他幹什麼 所以蔡旺旺反而是 鍛煉郭台銘 幫郭台銘 煉身體的一個教練 兩個郭台銘 形態就用了 是 second round 第二 round再來跟你幹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說 台灣民眾黨 下一個階段 在這個情況之下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我今天跟柯P邀請 我們武董談大選要 辦一場見面會 這個見面會我跟妳講目標是1000個人 1000個柯粉出來 下禮拜就幹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妳有拿1000個人的 年輕人 網路上召集的 All to all 線上召集 線下集合 給郭台銘看到 柯P有本事跟1000個他的粉絲 然後直接對話解釋台灣民眾黨的未來 郭台銘看完會流口水 哇 這真的 這個實力嘛 你show muscle給郭台銘看 你出一根水 叫 叫蔡碧如去申請一個 申請一個職照還被人家偷拍 跟我們現在有 武董談大選的粉絲有1000個人出來 台北1000個 然後再來 船車就開了嘛 下個禮拜就台中1000嘛 再來就是高雄1000了 就開始 每個禮拜就車開出去了嘛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柯粉的 團結的力量的彰顯嘛 這個可以 讓 郭台銘看到 柯文哲的實力嘛 讓柯文哲 準備爭取 對他有懷疑 我跟你講很簡單啦 蜜蜂馬上來了 因為當你看到有花粉的時候蜜蜂就來了 蒼蠅馬上來了 一些想選立委的統統挖來了 你有沒有彰顯出實力 你的power沒有出來 你的人頭算不出來 沒有能力點兵點將 我告訴你 這沒效了啦 沒有人會期待 一個 莫名其妙的一個政黨 然後就把實在力量換掉 不是嘛 他一定要有脂肪 要有肌肉給大家看到 在台北一場一場的 這種見面會 我們網路上的 O2O幹出來的 柯粉給大家看到 然後這時候會有什麼樣的人來 你要選立委 立委很現實 我要選立委 我要挑 好的黨來選嘛 對不對 我挑強勢黨 現在沒有人會去清新黨選立委 對不對 三年都不會調的 你柯米在每一個禮拜都能辦一千個人兩千個人見面會的時候 我告訴你 都沒有人會來 人會去清新黨 對不對 人會人會人會你聽到嗎 你聽到嗎 對不對 那個人會的就是我們在這個賣水果的時候 好的水果擺在檯面上給大家吃 給大家看 那這個下面擺的是比較差的 對不對 那個比較差的 人體 就去拔 拔 人民的就在台灣民眾黨 這那麼簡單的事情 柯皮當然就可以拿到十五席立委清清鬆鬆 所以我覺得很簡單 現在台灣是一個實力掛帥的 這個環境 少用嘴巴吹牛逼 少去打嘴砲 就是我們人 兵馬調出來給他看 每天每個禮拜給他閱兵 閱兵完了以後 大家解散再集合 就那麼簡單 台灣民眾黨就變成台灣 第一大黨 好 請各位觀眾期待我們吳董談大選 為 台灣民眾黨 為柯皮辦的見面會 我們等一下回來